中国军用无人机在全世界卖得火热 如今美国也要出口无人机 这对我国无人机市场有何影响呢? 各位老铁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迷彩虎 我是虎哥 俗话说得好 嫉妒使人面目全非 如今这句话套在美国身上 那也是相当合适 原本在无人机领域 美国才是世界上技术最好的国家 只不过当年的美国国会 不允许自家无人机对外出售 结果偌大的市场就这么拱手让人 而我国尽管在无人机领域起步较晚 甚至连最初始的技术 都是来源于美国的一架无人侦察机 但是由于一开始就对无人机限制较小 允许对外进行军售 因此在这十来年里 世界军用无人机市场 几乎已经被中国所包援 大体情况就和大疆无人机在民间市场的地位差不多 而这样的情况已让美国忌妒不已 在此之前 美军以及美国无人机制造商已经开始不停游说美国国会 要求放宽无人机限制 而这一诉求直到如今才被美国政府通过 在多年前美国牵头制定了一个导弹技术控制制度 也就是MTCR 美国要求任何国家地区禁运500公斤有效载荷 飞行300公里的航空器 包括无人机和战术导弹 也正是这一条法规让美国自负手脚 为了抢占国际军用无人机市场 获得更多的利润 如今美国政府已经同意调整无人机出口政策 800公里每小时以下的无人机不再受到管控 这一下就让美国两款大型无人机脱缰而出 这就是1.5吨载弹量的收割者侦查打击一体无人机 以及最大速度740公里每小时的全球鹰战略侦查无人机 目前国际无人机市场最大的出口国可以说就是中国 美国这所谓的抢市场针对的是谁也就不言而喻 这些年来我国的大型长航程查打一体无人机 也算是卖到了很多国家 例如沙特、阿联酋、约旦、埃及、塞尔维亚等国家 这其中主要包括两个系列 一是翼龙、二是彩虹 并且这些无人机也都经过了大量实战检验证明相当靠谱 比如说如今的利比亚战争 阿联酋派出的翼龙系列无人机就打得土耳其无人机满地爪牙 对地攻击方面也是战果丰厚 不过要真说中国的查打一体无人机技术水平要比美国高 那也是太过于不客观了 在无人机技术方面 美军还是走在了世界前列的 尤其是在材料结构和动力方面 毕竟相比于中国 美国在这方面研究的时间更长 砸的钱也更多 这也是美国航空工业的传统优势 虎哥就举一个非常显眼的例子 美国空军的全球鹰无人侦察机 相信大家在看到这款无人机的时候 第一印象就是机翼相当长 的确全球鹰的机翼翼展达到了35.4米 比只有28米的波音737长得多 但是其机翼面积就只有50平米左右 展显比达到了25 从外观上看去 就是又细又长 最关键的一点在于 其机翼还非常轻 甚至都不是金属制成 能用复合材料制作出如此水平的机翼 也就美国能做到 我国也有和全球鹰定位类似的 战略侦察无人机 那就是降龙无人机 其采用了非常特殊的菱形机翼 就是因为我国造不出超大展显比机翼 无奈之下只能使用这种设计 增强机翼的强度 只不过哪怕是技术更先进 美国无人机也不一定能够 从中国手中夺取外贸市场 这又是为什么呢 关键就在于价格 目前美国能够出售的两款无人机 MQ-9和全球鹰 可以说是一个比一个贵 印度曾经购买了22架 改装成非军事用途的 MQ-9B无人机 总耗资22亿美元 而全球鹰无人机则更贵 单价2亿多美元 比美军FR-2隐身战机还要贵 而我国的翼龙 以及彩虹系列 长航时查打一体无人机 则要便宜得多 比如说翼龙2无人机 2019年11月 联合国安理会报告中提到 阿联酋提供给哈佛塔尔的一份武器清单 中国制造的翼龙2无人机赫然在列 报价仅仅只有200万美元 整整比死神无人机便宜了一个数量级 类似于死神翼龙这一类长航时查打一体无人机 实际上非常容易被击落 只是现代战场上的消耗品 除了美国的小弟之外 有谁舍得花数亿美元乃至数十亿美元 去购买更加昂贵的美国货 因此尽管美国放开了无人机外贸限制 最多也只能影响到其盟国 想要抢占中国无人机的市场还是不太可能的